欢迎来到今天的柯南手法模拟系列 今天要模拟的这个手法是非常经典的一集 讲述的是这个犯人利用一个健身器械 远程操控完成手法 从而制造出了不在场证明 那么这个手法用到哪些道具呢 常驻嘉宾钓鱼线 一卷再普通不过的胶带 普普通通的图钉 一台健身器材 可以看到就是像这样的脚踏车一样的这种器材 一个书架 当然还需要有一个犯人和一个被害者 好奇怪哦 这是什么线呢 这里卷了好几圈像是风筝线的东西 阿姨上面还绑了一个小小的圈圈哦 用胶带或什么东西把刀子固定之后 再将风筝线头绑在这辆脚踏车的轮轴上面的话 被害人只要不停的踩动脚踏车 线就会慢慢的卷动 最后书架倒了下来 这么一来 那把刀就能自动地刺到被害人的背部了吗 你只要调整过图钉的方向之后 用胶带将它贴在书架上 再将风筝线吊在那个图钉上面 书架倒下的时候很快就脱离了 至于松脱的那条线 也会因为脚踏车旋转的惯性 自然地卷到轮轴上 下来 正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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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